然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主卧了 这个地上现在全部都是灰 还有一些这个工具 这个师傅他的整体的就是 做工的方式非常非常的细致 就是每一次 因为周末他是不开工的嘛 然后每一次他临走之前 都会把这个房子做一下简单的清理 虽然这个房子平时是空着的 根本就没有人住在这里 但是这种清理他也会做 虽然不是非常detail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那种大块的垃圾 却不收拾的很干净 而且这个是吸尘器 这很明显的地面其实是吸过灰的 所以我其实 我对这个这次找的这个师傅 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主卧做的动作比较大一些 所以相对而言开销也大一些 这个房顶呢之前是有木头的那种 就相当于木地板一样 只是他贴到了房顶上 然后美观是一个问题 就是我很不喜欢 但是另外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潮湿的问题 就是这个房顶 因为它是一个高顶嘛 它上面没有下一层了 然后那个加了木板之后 那个木板下面非常潮 就是上面会有一些那种潮湿的那种痕迹 我就很不喜欢 所以呢就让师傅把它做成了这种 正常的这种顶 然后这个壁炉呢 它是那种假的壁炉 就是烧气的 里面的那些木头全部都是 就是假的 你在燃烧起来的时候呢 只是烧气 这个木头也不会就是变成粉那种 我觉得这种比较适合在卧室吧 这样的话 你卧室里的那些床品啊什么的 不会有一些很重的烟味 它以前呢 也是跟地板一样的颜色 就是这种深棕色的 就显得比较老气 那我是让师傅把它漆成了 跟楼梯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黑色 现在看起来呢 可能有点突兀 但是后续我会发一个更新视频 我们定制了全整个一个house 所有的35扇窗 然后下星期的时候会来安装 我所有的窗子全部定制的出厂 就是黑色的 所以呢 这个窗子 你也可以看出来 它非常老了嘛 这个窗子的保温效果呀 或者是什么的都不是非常好 而且样式也比较老旧了 所以我把它全部都换掉了 等它的这个窗子安装好之后呢 屋里所有的窗子全部都是黑色的 就不会显得这个壁炉很突兀了 然后这个窗框也是会全部更换掉的 我们要就是一步一步来 先把这个能做的工作的 然后呢 这个窗子后续 把窗子换了 窗子换完了之后 然后再来把这个窗框换了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这个地方呢 比较空 我将来的时候会放一个电视 在这个地方 然后主要从这边过去呢 就是我们的洗手间了 这个框也是会换的 其实你仔细看就会发现 就是像我们这种新装修的这种房子啊 可能少了很多的这种装饰品 就显得这个门的就是框 还有这个地角线就特别窄 很窄的地角线呢 至少我觉得啊 会让这个房子显得很小气 所以呢 这个宽度会加宽很多 然后我已经跟师傅已经说好了 就是买哪一款这个门框和这个窗框 以后等它就是完全的安装好了之后 可以再给大家来更新 这边过去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更衣室了 就是左边 一个是我的 一个是我老公的 这个更衣室也是前房主刚刚就是弄好的 所以我们也不做什么大的变动了 这个楼梯其实是我的一个痛点 因为我一直没想好 怎么才能把这个楼梯 给它处理的合理化 首先这个地板的颜色肯定会变嘛 地板换色的时候是包含这个楼梯的 我会把它换成我喜欢的颜色 但是它这个衔接的位置 就是做的很不好 你看这个地角线就悬空在那个地方 就显得很突兀 而且这两个颜色 虽然地板我会变成比较浅的颜色 但是好像跟前面这个砖的衔接 也是非常非常的突兀的 我有跟这个师傅 我们的这个装修师傅去商量 这个地方怎么办 但目前呢 我们都没有想到比较好的一个办法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 可以在这里给我留言 这边的墙呢 已经基本上刷完了 以前也是黄色的 然后现在把它刷成了白色 然后门框呢 也是一样的 过段时间会把它换掉 这个洗手 这是我们的那个厕所 主屋的厕所 这个这个还没有装 那个这是马桶 就是这个大的这个东西是马桶 然后我们过段时间会把它装上 这边呢是一个浴盆 这边除了窗子要换 然后窗框要换之外 其他的没有什么需要很大的变动的地方 然后这边也是下半部分 这边是以前这个房主就有的 它做的是跟这个里面这个浴室是配套的 你看它这个上面的这个砖 虽然我不很我非常不喜欢 但是如果要把这个厕所再重新完全重装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了 暂时的话呢 出于这个 一个是它的新旧程度 它的确是非常新哈 然后出于这个考虑 另外就是说 我们的budget也要先控制一下 我不知道就是等整体做完了之后 还能剩多少钱 所以呢 这个主卧的这个洗手间 我只是进行了这个油漆的重新粉刷 然后把所有的灯都换成了我喜欢的这种样子 其他的没有怎么动 就先暂时这个样子吧 然后这边你看 下面已经开始有点这种霉的这种痕迹了 然后回头会让清洁工过来去把它清洁一下 这是主卧的洗手间的大概的样子 这边呢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那个我们确定的那个踢脚线和门线的这个宽度 明显的你可以看出来 比之前这个房子里的要宽很多 现在这个还没有切割 这些现在这些料全部是 先直接放在这个客厅里面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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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